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I现在要转空了吗 AI要退潮了吗 那可不昨天超微公布了财报 AI的晶片销售非常的猛 对于未来财测也非常的看好 所以昨天盘后大涨了快要9% 所以大家话风一转说 那除了回答 会不会这回超微扮演AI的救世主了 财报好重要 谢谢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怎么看到即将公布的财报 送暖的机会多 还是藏雷的机会大 对现在就是说 纵使他发利空 他也要涨 这个才叫什么 利空彻底 那好消息呢 那就应该讲更要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这个昨天的重量级的一个公司 包含是微软跟AMD 那盘后一开始是大概跌3% 但是目前这个时间点 微软大概只有跌2%左右 跌幅修炼了 对AMD本来盘后涨6% 这个时间点大概8到9% 涨幅增加了 涨幅增加了 所以代表什么 多方的力道正在转强 那大家就问说 到底什么原因微软会跌呢 其实他看得到是什么 他们的云端业务 如果他的服务年增率 你说29%不错 低于上一季的31% 所以还是云端 那当然微软最近有出一些 当机的一个事情 所以让他股价短线有点比较走弱 但是AMD呢 因为AI事实上晶片是优于预期 特别在第二季的时候 MI300整个超过10亿美金 那这比市场预期来得好 而且他还揭露 今年的GPU会超过45亿美金 所以他一方面反映第二季 整个MI300预期来得好 以及今年底的GPU超过45亿美金 也好像比较好 所以让整个AMD的股价 做一个比较像是跌升反弹 但是你说他有没有机会当救世主呢 其实我感觉啦 只要是AMD或者是NVIDIA 在这里都能够指稳的话 我觉得都有机会 因为他们都还在跌 所以先止跌再说 对有人站出来就是好事 那当然接下来就台湾的 联发科的法说会 今天啦 那其实大家比较聚焦是什么 AI手机啦 那我们先看一下 之前法人的预估值好了 好等一下再来看 今天最新消息 对事实上因为中国的手机 大家知道是有点降温 那第三季的营收预估 这是外资的预估 大概是-3个 我们讲说0到5个% 预估成长是0到5个% 但是最后出来是什么 -3个%到正4个% 中间值在哪里 刚好叫0.5 就即增0.5 所以这个看起来 好像有点不预估 本来是0到5个% 中间值是2.5嘛 那现在只剩下0.5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有点 好像有点比较没那么优 但是他却看好整个高阶 晶片的市占率 就说我们高阶市占率 应该未来还会成长 但是大家其实最在乎 都不是这些 最在乎是这件事情 天气9400 对 大约大概是 本来预估9到10月 今天好像讲到10月 所以好像有点慢 但是他还是毕竟会发布 重点是他的单价 是真的15个% 然后到140美金 大家看到对于法术会的 第三季的预估 营收的预估是0到5% 今天最新联发科召开了 法术会的成绩单 第二季的表现 来 营收来了 纪检年增 税后的存益在这边 EPS16.19优于预期 其他三绿都是纪检年增 这个成绩单 以及对于在接下来 未来的一个财测预估 沈老师打几分 其实基本上用这个成绩单来看 就是中性偏空 为什么你 中性偏空 中性偏空 因为你看刚刚我讲过 事实上第三季的展望 就是本来是认为是 中间只是2.5% 对 纪增嘛 现在只剩下0.5 大家对第三季其实是比较care 但你说这个毛利率 其实你事实上 他们第一季是有一次性的收入 所以这个毛利率 本来事实上有要 之前是多了4.5% 现在减3.6% 其实但是市场不会这样想 市场就是这样 出来就说你三绿三降 他不会管你第一季 因为有一次性的收入 所以你看得到这个 唯一EPS 当然是比市场预期来的好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是中性偏保守 但是我说真的 股价并不一定 这样就一定跌 这个代表什么 需要利空彻底 刚刚讲的利空彻底 虽然它有比较负面的消息 但是股价好像先跌 但今天也是跌嘛 所以我感觉上 它明天是一个重要关键 来 未来的展望 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过去式 今天法学会来的展望 它说扣除了一次性的上方 像你讲的 毛利率预期大概46到48%左右 今年将会是下一阶段成长的开始 最主要5G Wi-Fi 7跟AI来了 还有来自于目前 在整个健康的需求 所以5G的SOC会下滑 天机9400来了 预计10月上市 客户对于新芯片反应很正面 第一波导入很多的机型数量 会比本来9300更多 所以重点是 有信心今年旗舰产品的营收成长 会超过了50% 展望好不好 我觉得展望算是一个比较偏多的格局 但是就是说 目前看起来至少第三季 现在面对第三季的是 它讲的是忘记不忘的概念 所以感觉上要有点慢慢发酵 因为毕竟天机9400还要到10月 所以这个还是有点时间点 这里最好就是什么 用利空或是中性保守来做测试 能够逐出底部 我想对联发科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这些利多 我们先放在一边 重点是利空 明天股价怎么反应 回到了信老师的字卡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说 这里的关键是什么 有没有活种图围股 所以说像联发科这种要利空测试 或说未来能够反转 但是有没有活种图围股 在这里就相当关键 其实我看了一下 现在最整齐是半导体设备 特别是台积电的概念股 有COAS的封装 其实它是一个续航 所以我觉得活种图围股 还是要从台积电开始 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 营建资产 它这个叫做我们讲说是热点 或是热头上 那也是一种资金的避风港 或者说有一些它的工程 业绩是比较稳健的 可能会有机会 所以我们讲说盘面的活种在哪里 我觉得大概跟台积电有关的 或者说有一些资金排挤效果的 然后有些亮点的可能都有机会 好来跟台积电有关的 有谁半导体设备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刚刚提到联发科 为什么会讲说联发科重要 因为其实它虽然是破季线 破季线 但是刚刚主犯有讲吗 它是上升的季线 不但是上升的季线 而且半年线也是上升的 联发科今天的法学会 过去也告诉你的 未来也告诉你 来我们看一下股价 这个地方大概一千两百块 你看它在这里 台股大概四天没破低点 它在这里也是整理了蛮久 只要它明天我觉得能够度过的话 因为毕竟它是跌一段了 如果你把图形 看周线来看 其实我觉得联发科 它是一个回撤的动作 你就是把格局放大一点来看 它这是一个大底突破的回撤 它并不是一个空头的开始 只是它可能需要时间的整理 大家要给它一点时间 好这是发哥一千两百块钱 明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多工分水林 第二个为什么看检测 好散热这一波一定很重要 但是散热其实有点弱 但我觉得散热的关键在哪里 散热的股王叫3653的建策 它是唯一在散热里面 利手际线的指标股 那你说那建策有什么好厉害的地方 因为它的产品很均匀 包含是LED导线架 均热片 IGBT的车用散热 所以它的范围蛮广 还有CPU的扣件的地位 其实它包含车用 包含电脑 包含AI 其他的有涉略 而且它都做元件 那客群完整 包含是挥达 挥达也有嘛 超微也有 两大客户都有 供应链密切合作 股价预计线跟X线的支撑 那我觉得它有机会短谈 投信连买4天 指标股的味道浓厚 X线是什么啊 OK 我们X线是高低点的连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日线图 这个画过来就这样子 对 这个是这一波的高点 这个是这一波的低点 它穿越过来 这个就很像是股价这样穿越 有一个X出现 所以通常股价突破 这叫下降压力 回撤 我们讲说X线也好 或是一个支撑线 你看它这几天 红黑红 那这一种在架构上 K线形态是强势的 今天又有点突围概念 如果能够顺势站上月线的话 我觉得建策会是在 散热里面的重要指标 好 这是建策 也是现在散热的股王 接下来你刚才讲的 突围的火种股有谁 对 其实这个我们觉得 就是说在整个一个 半导体设备里面 像是刚刚有提到 君华跟君豪 这是港洲的啦 港洲的 为什么港洲呢 因为其实君华 君豪跟智盛 他们成立叫什么 G2C的联盟 那你说什么叫G2C联盟 它是整合三家的资源 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所以好的话 接单大家一起好 不好的话 大家就不好 那君华又是什么 它是君豪的半导体设备分割出来的 那后来专注在后段制成设备跟制造 那理论上像COAS的供应链提供它的减晶设备 及固晶的一个设备 想说什么叫减晶什么叫固晶 其实它就是跟系统单晶片跟中介值的连接啦 所以其实它是在COAS算比较前段 而且是很重要 你这个东西没有做好 后面就比较不好 那股价算是完全多多排列 延武力线操作 但不追高 今天也是顺势做一个拉回 来看一下君华 今天收831块钱 这股价强哦 它今天也是创高之后做拉回 但是说那这个怎么办 我讲说好的点要有耐心 它的股价你看 是不是一红一黑 一红一黑 因为它节奏非常的明确 对所以你看它这一波 其实就是你去追高 很容易短套 那现在黑了嘛 黑了明天是不是就会有机会 那当然股价 所以我说你沿着五字线操作 感觉上买黑不买红比较优 好那君华呢 好君华的话大概就是语路君占 那毕竟君华八百多块 君华在105 它是我们讲说 最重要我个人认为 它持有君华1.6万张 占了君华大概50% 那君华股价飙涨之后 它就是最大收益者 你说到底收益多少 那大家自己去算一下它的成本 那君华里面是半导体的制程 检测产品设计加制造的服务 所以跟整个君华 事实上是一条线 那他们陈董曾经表示 未来的趋势在AI的先进封装 面板级封装 这两个事实上它封装比重 已经来到59 所以君华以前大家觉得是 好像是比较一般的设备厂 可是它封装比重 已经来到将近6成 股价就要完全多头 少数带量转强 那我也是认为逢低再来找买点 来君华今天收105块钱 今天最重要是放了一根大量 那通常这种大量 除非明天开低走低 直接灌下去 要不然它可能随着大盘的震荡 因为它也是一红一黑 一红一黑 这个也是类似这样的格局 有机会开低之后 它还是顺势在往上的格局 因为你看到 这个叫量先价型 这的量已经先突破了 而且今天外资 有稍微感觉上短线 有回头再来做买潮 好 这是君豪跟君华 我们说港洲 你看看还提到有一些非电子的 有谁 非电子最近很夯 但是我觉得金城 大概是里面最夯的一档股票 但我建议不要去追 但是它这个题材性事实上还不错 但金城主要是高雄 高雄南霸天大家知道 那高雄房价好像也是攀高 那我们讲说 它的下半年因为有这个案子 新事件 新事件的建案的完工 总销70亿 现在销售60% 最快第三季底就入账 最重要营建现在就是吃入账的题目 对 就吃入账 而且它已经销售到一个程度了 就是你这个就有机会 那它要卖地给新复发 那估计大概贡献又三块 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 你这加加减减 感觉上提材面就算还不错 但不要追 对 我觉得不要追 因为它并长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看一下 然后而且要么你就低接会好一点 那这个的话叫黄昌 这是我提到的 就是公共工程的 它受惠政府公共工程 连六年营收成长 表示稳定 包含是交通的轨道 海事的工程跟社会的住宅 所以其实它是多方面在发展 它是营建股 它是营造股 没错 但是营造股 它获利会稍微比较稳一点点 那2018年起之后 营收逐年成长 大概之前大概四五十亿 到去年已经到一百亿三亿 所以代表说 它工程的接待越来越多 它比较特别地方 还有自有船只三十五 稍微说 它不是航运股 自有船只做什么呢 它是要运什么 运 我们讲说最近政府就是减煤蒸汽 什么汽呢 天然气 那未来天然气会持续的需求会大 那政府将释出三座 液化天然气的接收站 那天然气要用什么来运 用船来运 所以这个黄昌也是受惠这个 股价完全多头 高档强势整理 感觉上有点机会 来看一下黄昌接收62.5块钱 OK 它就是大家在涨的时候 它这个很多营建股都喷出去 但它并没有 但它守着什么 守着月限的格局 然后在这里做震荡整理 那我们下面看到就是说 其实外资一买一卖 对它股价也是影响蛮大 那现在只差什么 差东风 它量稍微往上攻的话 我觉得就有机会 了解了 谢谢盛锡老师 请先回座了 这些是跟台积电半道题有关系的 还有哪一些有机会成为领先突围的活种股 提供给你做参考 还有一个族群 前天告诉你国发会公布了警惕灯号 不错 来了警惕热落的红灯了 但是投资人马上想到 蓝灯买股票 红灯不是要卖股数钞票吗 专家说no 很多产业现在刚开始有哪些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投资市场顺习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